今天被玩友推荐来这个素食餐馆啊 我的头脑里面满脑子都是想到猜猜猜猜猜猜 其实不是的 Y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AUTOSMATICS 我是Oleba 嗨 们 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一下 是卡小旁边的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 OK 回来 今天呢 我又来介绍美食了 那今天我来介绍的这个是素食 叫做甘露亭素食馆 它是位于公教中学旁边 这个小路进来 要去惊喜楼之前啊 进来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素质 有没有看到 它的素质 这一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我一个人不能够吃那么多 那我试吃它Top的几样就好啦 剩下的呢 就有玩友们自己来体验 二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去吧 Let's go YO 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刚露亭 走上来的时候啊 仿佛回到70、80年代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从楼梯 你走上来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听到 你阿公阿嬷听的那些歌曲 听过去就是 然后你走进那个狭窄的楼梯啊 你会好像时空隧道这样子 直接回到70、80年代 真的没有骗你 重点是什么 我现在进来到这里 整个环境非常非常的优美 服务员有讲说 不可以拍它的环境 你们要自己来这里探索咯 它这里真的是很漂亮 它整个装饰啊 就是非常的中国风 有一个感觉就是 让我好像去到中国旅游的时候啊 他们那些导游带我们去吃的那些餐馆 那种感觉很有feel 今天呢 这一间呢 它是素食餐馆 我们叫的这一些美食都是素食 那首先第一样 这个是干香排骨 第二样这个是东宝鸡丁 第三样这个是奶油菇 好这个呢 就是我们私无非常著名的美食之一 就是光饼 这一个呢 就是海生汤 这些呢 都是他们的招牌菜色 那还有这一个 就是他们的招牌料 叫做红宝石 看过去非常非常的壮观 你讲到素食哦 感觉我今天来都是吃菜 可是我们竟然点了这么多的肉 但是呢 这些都是素食 OK 我们直接吃起来 先吃它的光饼好不好 比较容易吃嘛 那这个光饼呢 它里面有夹这个肉 但是这个不是肉啊 都是素做的 OK 看在吃起来怎么样 哇 它那个口感 那个味道真的很接近 平时吃的那个猪肉碎的味道 它没有那个猪肉碎的嚼劲 但是它的味道很香 很香是 它很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光饼 光饼很酥 所以咬起来有那个口感 然后配上它里面素做的肉脆 很不错耶 很好吃 我开始怀疑 真的是素食店吗 好厉害哦 这一碗讲真的啊 不输外面我们吃到的那些 真正肉夹的那些光饼 蛮好吃的 这一碗我可以给它到4点2分 哇 真的吓到我啊 那第二样呢 我们来试吃它的 刚香排骨 哇 有看到吗 那个光泽啊 做到真的很像排骨 这个很厉害 这个吃起来就不怎么像了 素做的这个排骨啊 它就没有到我们真正吃的排骨 就是吃起来有一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糯米 结实一点的糯米 一咬起来你就可以发现到 就素做了 味道是不错 它的味道是蛮香的 然后重点是它有一点偏小辣 这一碗呢 我可以给它到3点8这样 毕竟我这个人呢 是很爱吃肉的人 所以呢 只要吃到有一点不像肉啊 我会 呃 没办法啦 这个是素食店嘛 现在我们来吃 东宝鸡丁 这个是它的鸡肉 在这里你们可能会听到 背景的音乐很大声 因为它这里开的比较大声 如果你们听到有一点比较吵的话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但是你真正啊 享受一下当下的气氛 真的是很棒很棒 有那个音乐 哇 那你真的是回到以前 哇 这个鸡肉 我是完全吃不出 它不是鸡肉 这个好吃 这个很好吃 如果你吃那个鸡胸肉的时候啊 它就是有那个丝丝的感觉 它那个丝的感觉 竟然可以做得出来 再配上它那个公饱 整体吃来 真的好像 冠定吃了公饱鸡丁 你在吃的时候 你又想起 诶 这个是素食 感觉整个人很健康 然后又很好吃 然后你就会想说 诶 可以吃多不用紧 因为它是素食 我可以给它很高 因为这碗真的是很好吃 这碗我可以给它到 4.6-4.7分 好重点是它的味道也很好 接下去就是这碗 服务员有 旺分的交代我们 它一定要趁热吃才好吃 这是它的奶油菇 奶油菇叻 它本身就是素食了 哦 从来没有吃到菇叻啊 这么Q 这么扛牙 它那个奶油 不是属于那种很浓稠的那种奶油 它是属于那种爆香的奶油 你越咬奶油的味道越香的那一种奶油 再加上它那个菇啊 又非常的Q 非常的弹牙 所以呢 你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口感很棒 这种啊 越咬 那个香气越重啊 它会让你吃不腻 一直想要再吃它 讲真的啦 我今天被网友推荐来这个素食餐馆啊 我的头脑里面 满脑子都是想到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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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可是我来的时候 我现在 它的外观 跟它的味道 全部都骗倒我了 真的很好吃 加速黑箱蛋糕可以倒4.6-4.7分都没有问题 真的是很好吃这两碗 非常推荐 然后刚才服务员讲说 它一倒 其实我们就要马上吃了 所以呢 你们要记得 你们来叫这一碗奶油菇的时候 趁热吃 那现在最后一碗 他们的海参汤 那海参汤会是什么味道呢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碗海参汤 它就没有像外面我们喝的海参 真正那个海鲜那个鲜味比较浓 这个呢 它比较清淡 就是很素 也就是你喝进去 你不会感觉到它有煎的味道 它就是非常的素 但是它隐隐约约会有海参的味道 这是我第一次吃素 然后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去形容它 但是我最多只能够形容 当下我喝到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们外面 如果你喝到一些海参啊 可能比较清淡的海参汤 那种味道 但是我相信啊 很多素食的人 他们应该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们不是素食者 所以呢 我吃了可能不合我的口味 这一碗我可以给到3.5分 如果那些喜欢吃清淡啊 喝清淡的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合理的口味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重口味者 最后最后 今天就是他们的饮料 这一杯叫做红宝石 它看过去是红红通通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Cherry 然后下面有龙眼 那它的味道是什么呢 我们来喝一下就知道了 名字非常的震撞人心 红宝石 然后它的外观也是非常的漂亮 它里面喝起来 它其实就是 Rabina Sprite 那今天 这个素食真的是吓到我 它会让我有一种啊 我想去探索更多外面的素食餐馆去 你听到这个素食你会被那个字眼蒙骗去 你会以为说 哎素食可能就是吃素 就是清菜啊 其实不是的 因为他们素食他们现在啊 手工那里越来越强了 那些肉啊都可以做到很像真正那个肉的味道 可是它是素食的 今天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前阵子就有很多网友 就有私信我很多间素食 我自己都还没有去吃的啦 今天这一间就是我的第一家 这一家真的是吓到我 然后也让我更感兴趣的去试吃其他间 今天这个美食介绍呢 就当时告一段落啦 那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留言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